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關心天衣狀況 在今天早上的溫度跟昨天來比 稍微再上升一些 淡水有16.8度 苗栗15.4度 但是要提醒的是 其實在未來這幾天 天氣變化非常的快速 透過雲圖來關心 首先看到在今天上半天 在今天上半天 因為東北風稍稍的減弱 所以在全台各地 幾乎都是一個多雲到緊的天氣 只有在東半部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北台灣的氣溫也會往上升 但是注意到了下半天 下半天東北風在增強 這個時候迎風面的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溫度略為下降 水氣也會稍微多一些 所以光是在今天的天氣 就會有變化 那到了明天中午這一天 將會是很不錯的天氣 全台各地天氣都很理想 但是好天氣只有一天要好好把握 因為到了週六 到週末的時候 又有東北季風來報導 這個時候北部東北部地區 要轉為一個濕涼濕冷的天氣形態 所以在明天跟後天溫差 又是相當的大 這個禮拜溫度變化是起起伏伏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 再來看到溫度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高溫 你可以看到在21度左右 比昨天其實差不多 稍微上升一些 明天溫度會再高 來到27度 但是到了週六這一天 氣溫就急速的向下降 主要就是因為東北季風增強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 都是比較冷的天氣 到下週一之後才會再回穩 再來看到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的溫度變化相對是比較小的 大概是28 29度 都是蠻舒適的一個天氣 但是注意溫差還是蠻明顯 10度左右 南部地區 白天溫度也都還是高的 太陽露臉 可能覺得有點熱穿短袖 但是早出晚歸 還是請您記得多加件衣服 因為白天的高溫大概是29 30度左右 不過同樣到週六周日 氣溫也是會略微的下降 但是雨不明顯就是了 再來看到今天各地的天氣狀況了 整個北部地區今天水氣多一些在下半天的時間 所以充滿記得帶拔傘 高溫的部分也就21 20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有機會來到30度 東半部地區有一些短暫雨的情形 波氏零星的降雨 下半天水氣會增多 高溫在25度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今天雲冷 略微的增加11到19度 再來看到是空氣品質 今天還是提醒整個中南部地區 特別在台南跟高坪地區 現在是個橘色的提醒 空氣品質還是比較不理想 氣象庭看廳提供給大家了 這個禮拜天氣變化非常大 中午之前 東北風稍微減弱 所以天氣好轉一些 但是到了中午過後 東北風再增強 這個時候呢 東半部的雨燒燒要增多了 氣溫也會下降 到明天 東北風再減弱 週五會是個全台各地 晴朗穩定的好天氣 但是到了週末假期 週六開始又要變天 所以提醒大家 這個天氣可以說是一天一變 多加留意 以上注意的跡象 高端新聞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